HELLO 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來敷這個小清新面膜 敷這個小清新面膜衣 今天就要來體驗看看 敷這個面膜的感覺 敷之前你可以先卸妝一下 我現在把這個面膜打開 可以看到裡面有一些黏黏的精華液 哇 好多水喔 你看這個面膜 我錄影了 我錄影了 前面有說我前面有些卸妝 有有有 敷個面膜 好舒服 這個小清新面膜真的很棒 可以一邊敷一邊睡覺 還有或是看電視 然後這樣子浮貼 然後這樣子浮貼 這個跟我之前直播的 柑橘面膜 不同地方就是說 他比較方便 他不用像之前柑橘面膜 你還要挖一個起來 然後抹在你臉上 直接貼上去就好 有一個涼涼感 有一個涼涼感 你可以按摩一下 跟之前那個柑橘面膜也是一樣 你可以順便按摩一下 這個眼睛下面的皮膚 那通常呢 這個面膜敷十分鐘就好 敷完之後 你會覺得 皮膚變得比較滑 毛孔會變得比較細 太棒了 能夠敷到這個面膜真是太好了 那我的面膜先敷到這裡 我今天敷這個面膜的感覺 就是他非常的舒服 然後 水水涼涼的感覺 這個面膜有什麼特色呢 就是 非常方便 如果說出紋在外 就可以帶個一兩片 超棒 那我現在要把這個面膜拿下來 敷完面膜可以幹嘛呢 可以拿來敷脖子 好 敷完脖子可以敷一下 頸部後方的皮膚 因為這個精華液還蠻多的 而且敷起來整個就是 涼涼的感覺 或是 敷一下手部 那我敷這個面膜心得是 這個面膜讓我皮膚改善很多 我現在皮膚已經變得 花滑嫩嫩 那毛孔有變得比較細 對 然後這個面膜 他最大的特色就是 比較方便 好 好 那我的影片 大概就到這裡 好 謝謝各位 應該可以 大家好